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因為我在一個最好的時代 最好的地方 這個地方給到我們太多的機會 我們這一代人比任何人都辛苦 只要不放棄的話 你肯定有得到你想要的將來 你好香港,我是陳偉廷 97年回歸的時候我有印象 我記得當時候試看直播 我記憶最深的是我們一家人都在看 我大概12歲 我媽就帶著我們 應該是去了廣州的旅行 真的很深刻那個印象 因為那個時候 算是我人生第一次放鞭炮 那個鞭炮十幾米 我一點那個部分 啪啪啪啪啪啪啪 對到我的尾巴 然後我記得我那個藍色的衣服 後面都燒破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就小時候 讀歷史課時候 會看到黃河跟長城 你會還有天安門 你會覺得很遠 在香港我们最远的 到那一地可能就去广州了 很少很少说 我们要去北京这么远 最近我录了个节目 去了黄河 很震撼 我走进黄河 碰了一条黄河的水 我会觉得我小时候 看过这么远的地方 我终于能摸到你了 我妈上一次来 我希望可以带她去 走走那个长城 对于我们来说 碰到长城或是黄河 意义是非常不一样 对 我是八年前 背着一个背包 就过来横店拍戏 我第一个戏来就拍古装 我一看剧本 基本上我看得懂 但是呢 我说不出口 对手说什么 我也听不懂 我连去宾馆楼下点菜 每一次要沟通很久 才能换来一碗面 我吃的不习惯 交流 有问题 我身边没有朋友 当时候我给自己一个承诺 就是我任何一句台词 我说一句话 我都应该是用说国语的 就算是后期有配音 我现场还是要坚持说国语 大概有四到五年 基本上我的时间 每一天都在工作 那四年五年 我都是住在居住的酒店 我最常住过的一个酒店 是为了春晚 因为每一年上春晚的时候 然后我们彩排时间比较长 好了 表演完之后了 大家说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然后回去 我要是回到一个酒店 就是我会觉得 我缺了一个家 我好想要一个归属港 家的感觉很重要 我就开始要考虑一个问题 我要住在香港 还是住在内地呢 因为你去工作的时候要坐车 每一次都是经过他们就 三秒钟就过了 所以我是通过骑车 去认识北京 骑车在晚上在北京 你会感受到那一种 我觉得很真实的北京 骑车经过天安门 这么近距离 你一个人去感受 真的让你很安静 很稳的感觉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知道 我选择在北京住 我有一些 香港来的朋友 我每一次都是带他们 我说晚上陪我骑一次 我带你们来感受这个地方 骑几个小时之后 他们就喜欢上 这个感觉是你个人的 你自然会爱上这个地方 你的心在哪里 哪里就是你的家 我很开心 在北京 我会找到自己的家 回归25周年 祝福香港 明天会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